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次選情是非常危急的 大家看到我又被抹黑又說要投白票 還有馮檢基的因素 剛才市民問我馮檢基跟我們有甚麼分別 當然我都很強調一件事 馮檢基是沒有政治聯繫 今次我們打一場仗是我們整個民主派 一起團結去打一場仗 希望為香港人拿回議席 可以守得住我們一國兩制 守得住我們國際城市 不要讓香港倒退 對於說要投棄權票的朋友 其實差不多可以說老實說 他們都贏硬 因為大家都知道每次選舉 最高峰期是58%的人 在九龍西出來投票 只有42%沒有出來投票 所以其實棄權的人 是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我們現在希望 叫所有之前沒有投票的人出來投票 如果很多人現在在猶豫 今天可能不知明天出不出投票 希望大家為香港投票 不要死心 因為現在我們最大的敵人 就是冷漠 就是死心 而大家想想 如果你死心的話 就是給保皇黨得請 就給林鄭月娥威權政府得請 我相信很多人 會覺得我們香港人要贏一次 現在在呼籲 很多人鼓勵我 叫我加油 一定會投我票 但我也希望呼籲 那些會投我票的朋友 就是要全家總動員 朋友總動員 WhatsApp總動員 去大家一起打一場選戰 那我們相信 如果每個人都行多一步 除了出來投票之外 是支持我之外 都是叫多人投票 就越來越少人棄權 我們就可以贏回場 你會怎樣爭取游離 我們會爭取游離 就是大家看到幾個件事 第一 香港現在是越來越似 另一個大陸城市 一國兩制守不住 那游離的人 是不是有香港 是守不住呢 第二 我們的庫房都守不住 林鄭月娥要倒一萬億 到鹹水海 如果倒了下去 還有什麼錢去搞民生呢 是不是大家要守住庫房呢 第三件事 我李卓人 過去這麼多年 都是跟大家一齊去改善民生 包括勞工的權益 很多之前 例如大家都早知道 最低工資 低收入加工補貼 我們一路都是跟大家一齊 改善我們的生活 希望大家都給我一個信任一票 就是我亦都會跟大家 繼續改善民生 那幾件事 希望游離的朋友 是大家為香港人一起贏番子 我相信香港人不死心的話 我們是有贏的 其實見你昨天開始已經是告急 那是否比以往的選舉都比較緊張 今次是否這麼樂觀呢 今次特別艱難的地方 因為這個是單對單的選舉 一定要集中在3號才會贏 但大家看到其實是 今次有5個候選人 但很明顯 4號的候選人 又會令到市民 馮景飛會令到市民 有個混亂在這裡 為何好像以前是民主派的 所以這個混亂呢 這個界票呢 是會對我一個影響 另外 就是整個選舉裡面 我們抹黑 還要加上呢 是所謂白票黨 說要人投廢票 投白票的 這些也是影響我們 所以我未試過一個選戰 是有這麼多支箭 三支箭射過來 就是白票、界票、抹黑 這樣的情況下 去打一場選戰 不過我又很相信 但是我們民主派 整體來說 是非常團結 打一場仗 我們義工非常樂力去打一場仗 我們是絕對可以贏 但是一定要大家 全民皆兵 包括支持我的朋友 大家都出來拉票的 對於上一次三支補選 嚴重嚴 可以爭取到很多中產的票員 例如美孚和黃寶 你覺得你基層勞工的形象 會否影響這件事 其實我基層勞工的形象 其實對中產來說 也是同樣有吸引力 因為其實現在中產 是比基層勞工更熬女生 大家知道 根本無常加班的問題 是中產更多 一般的基層勞工 所以我很相信中產 對我勞工的議題 絕對會支持 另一方面 中產也會 和香港人 都會覺得 香港現在 是不可以沉淪 不可以倒退 成為另一個大陸城市 這個也是全個香港的一個很清楚的共同理想 剛才你講到胡錦基界的票量 但他很多人說他最多都是10%的票 他那些票本都是屬於他自己的 你怎樣看他 他自己都說 那如果他自己說拿我10%的票 那他都選不到 那選不到為何要出來 那我想大家要問他 你會說 有些宣傳上 有些選舉 可能送些東西給街坊 怕不怕這些消息 或者波動災 還有一個影響的選情 加上有民票黨在這裏 絕對是很多抹黑 但我很相信這件事 香港人眼睛是雪亮的 知道我們一路都是一個乾乾淨淨的選舉 那我們會繼續 那我們也都相信香港人 是會看得出那些抹黑 尤其大家看到那些鋪天蓋定 大家香港人都有個是非之心 這些不是選舉廣告 竟然可以免費報紙派到這樣 那大家都知道誰在搞 誰在他們背後 大家都知道共產黨是很想打贏我 所以大家都會明白 如果這場仗要打贏共產黨 整個維穩機器 是今次出來頭三號 是可以有得贏的 你會怎樣認同自己現在的選情 我現在選情是非常告急 但我很相信一件事 是如果每個人是支持民主派 支持香港 支持一國兩制的朋友 大家出來捍衛香港的話 我絕對有得贏的 去到最後兩天 現在會不會有些特別地區 或者是有些特別地區 你會更加去做 再做多些去拉票 我們全部地區都去了 大家不要想 我會不會去多些基層 會不會去多中產 不會的 我們整個選舉團隊 什麼地方都去了 每一個國內 我們都盡量去爭取票 因為我們很相信 基層裏面有支持我們朋友 中產裏面也都有 兩個都是這麼重要 我們一定全力以赴的 好,謝謝 走了 拜拜